人性是骨质的,做到低头也是困难的,如果不懂得在现实面前是时的低头,人生也就不会有太大的成就。 懂得是时的低头,是一种巧妙的智慧,沉稳的成熟,骨子成熟了,就低下了头,像日会成熟了,也低下了头。 昂头是为了吸收正面的能量,低头是为了必要危险的冲撞,事实如此,正应了一句俗语,低头的是稻碎,昂头的是笔子,植物如此,坦若不低头,就不会成熟,风会将之吹折,雨会将之腐朽,鸟儿也会将果实作为食物而果腹冲击,只有空空如也的笔子,才会昂着头着摇在风中。 人生也如此,至刚一者,至柔则无损,尚善若水,是最好的选择,便利万物,而又能高能低,能渠能深,方能顺利长远。 所谓低头,是事实的选择,是食物就为俊杰,所谓成熟,也是辩证兼得,不能一味的追求一成不变的态度。 生活中,如果一味的昂着头生活,那就会给人一种趾高气扬,不可一世的感觉,让人静而远之,久而久之,人们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傲慢无礼,目中无人的傲气,会不被认可,或到人排挤。 现实里,如果一味的抵着头,那就会给人一种懦弱,无能,胆小怕事的感觉,别人也会趁机欺负打压,久而久之,会让人们看不起,而作为领类处理。 而事实的低头,不只是一个动作,也是一种智慧,是一种豁达的胸怀,是人的境界,事实的低头,不是委屈求全的懦弱,是留得金山在不怕没茶烧,的山毛远律,而成熟的标志,是一种摆练成个要整容的状态。 知道什么时候盲头,知道时时候低头,如刚并进,进退有度,是一种谦逊的姿态。 俗话说,懂得低头才能出头,有时候稍微低一下头,是一种宽容,是一种从容,是一种竞争的避让,是一种生存的智慧,拥有一点存在的机会,才会有出头的可能。 有的时候,低头才能看见自己的幸福,才能看见自己的不足,要傲出来的幸福不是幸福。 低头看看,身边最普通的生活,才充满了真实的幸福,如果总是昂着头,不会看见自己的缺点,事实的低头想想,反省一下自己,发现不足,才能完善自己。 有的人,不惜于低头,直来直去,硬撑强做,一直奉行宁可欲碎物为了全的精神,到最后伤害了别人,也顿送了自己。 有的人,把低头看作是耻辱和退缩,总觉得哥们,直才是英雄所为,才是硬汉子的做法,做是横冲直撞,锋芒变露,却不止,即使是最硬的拱,拉得太满也会折断,更不知道,即使是最美的月亮,也会有盈辉的自然之道。 事实的低头,就是需要我们的人生要有弹性和韧性,低头的避让,是为了更坚定的前进,勾剑握心肠胆,汉性受胯下之辱,这些典故充分说明了小不忍责乱大谋,的低头智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